接着县议员哈尼加兆针对了农业、旅游、教育、地方创生还有音乐等议题和县府团队来交换意见 哈尼加兆他提到了希望花莲的绑炸黄金和珠花巨作能够真实呈现原名故事 而不只是虚构迎合观众 在疫情缺缓之际他也希望花莲县府从北到南要有完善的部落深度旅游计划来吸引游客 县议员哈尼加兆针对农业、旅游、教育、地方创生及音乐等议题 向文化局、原民处、农业处、观光处等单位提出咨询 哈尼加兆表示原民处应该坚守原住民立场 真实呈现原住民的故事 而不是用虚假的剧作来演示美化圆和互动产生的伤痛 并要求积极培育原民人才 我觉得原民处和文化局必须要好好沟通一下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要看真的剧 而不是看假的东西 因为这次黄金河之花他们演的剧其实都是虚构的 谈文化真的非常广 那并不是说我们一两次的会议 然后或者是说几次的讨论就可以有这样的剧本出现 应该是很难的 必须还是要贴近一下部落 让部落里面把以前的故事 或者是说把以前的历史再重新再看一看 我们花莲是要深度旅游并不是说只有靠一次性的活动让他们过来 那他们当然就是过来之后就马上就会离开的 那我们是希望 我是希望 那这样的活动要再做一些规划 那北区活动太多了 那花莲的南区甚至连一个活动都没有 那我也是建议县府 那我们花莲南区也希望有这样子的活动 那这样子的活动或者是说我们要迎接游客的话 我们南区必须还是要有比较深度的旅游 县议员哈尼嘎兆也提到 随着疫情趋缓 以农历县的花莲大县应该串联县内北到南各部落发展深度旅游 并再次提醒县府团队 有关原著名音乐、旅游、农业、教育以及地方创生等议题 都与花莲族人息息相关 希望县府团队能够在政策推动及规划上 可以更贴近族人的需求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